声音大一点,没有听到 这是他们的校序 我们大家现在看的这条路叫做哲乳大道 这条大道是我们的以前的老院长 为了纪念他们,所以取名叫做哲乳 旁边这条小巷子呢 我们学校把它称为叫做情人道 情人道,对不对 然后,这个道但是情人一般都不去走 你知道为什么吗 会分开 解采的军队 很多人说他们以前的学长学姐说 以前走过之后就分开了 所以后面都不得这条路 这只是一个迷信的笑话而已 学校语史建于民国四十年 所以总共学校的律史已经有六十七年的律史了 开始建的不是在这个地址 是在台北的新殿七章 新殿七章在那里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到民国六十三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搬称到这儿 所以到这里有四十四年的历史 所以这两棺的数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当时栽种的,以前都不是很大 然后四十多年,然后长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很多第一次来这个学校的人 其实很惊讶 就是很少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草坪 或者这样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学校 对吗 比较特殊 以前的话呢 也有很多的地方来取景 我喝的那个阿萨木奶茶 有吗 有听过吗 他们拍广告是在这片 这上面拍的广告 电视广告以前的播放的那一支 你为什么叫三玉 三玉是叫为灵玉、体玉、治玉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叫做三玉基督学院 大家从名字就听得出来 这个基督学院是有信仰的一个学校 因为它是以信耶稣 以信上帝为所设立这个学校在这里 能够建立在这里 然后学校里有很多的科系 但是比较有特色的科系就是神学系 就是关于学习信仰 包括基督 包括基督教的方面的 所以我们是属于来这里禁修 从大陆过来 在这个地方来禁修的 将来也是要回去大陆 然后做俗事 基督教吗 对 对 三玉 请问你们的三玉先是属于教义 什么所 还是只是这个名称 体力、治愈 灵玉、治愈、得愈 体德、智利 还有一个灵玉就是我们的信仰方面的 那学校简单介绍一下学校有哪些机构 学校呢 它总共有 有这么几个一个机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学部 TAC简称TAC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 并列在教育体系里的高中 就是台湾的这种高中初中 我们叫做高中和国小 学校也有设立这个机构 还有一个就是 国际妇灵教育机构 这个比较有特殊的就是 它这个教育机构就是美国学校 相当于很多人就是把孩子送到这里读 这样的学校 将来毕业之后是两份毕业的一个文凭 一个就是台湾这边本身就有的这种高中文凭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美国也是同等 最有同等 教育的一个字 一个 对对对 然后 所以有些家长呢 如果 他这边因为是和美国那边 这样的一个学习以后 我们这边学校是一个教育体系 它不只是单单一个学校 我们是叫做全名叫做基督复林安息日会 可能很多人没有了解过就不知道 如果了解到这个学校的就知道 我们学校复林安息日会的教育体系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教育体系 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些历史 还有为什么取名叫三一制度学院 还是我们学校的那个校徽等等 你们都知道台南医院吗 台南 台南 台南医院就是我们一个系统 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教会 这个教班下面的一个系统 台南医院还有台中的那个也有 台南医院 对 这的话就是我们一些在全球的一个分支的机构 华安联合会 北亚派 我们这里是属于北亚派分管的 那北亚派的一定是圣经啦 是 唱歌 唱圣经 唱歌 刚才有人唱歌 没有了唱 我回来 唱唱啥 嗯 唱什么 唱圣经 唱歌 等一下给 不是给你唱 用话 握手 好 好 好 这边就是我们大学部有一些专业不同 比如有些学商务英语 还有神学系 如果神学系的话 有差不多百分之五六十个日子大陆 能进修的 对 对 对 差不多三四年左右 差不多三四年 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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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 少数几个是因为政治的原因 进不去的地方以外 所有的国家 都有我们这个基督父林爱识的教会所存在 他做中自国气息吗 你看这里 上面 父林教育是全球第二大私校教育体系 是全世界最为第二大 然后下个星期呢 我们学校刚好有一个 有一个布图会 当然你们已经过来玩了 下次有机会还可以过来 没有一个实行基地 不是教会 或者说在教会做健康事工 你们大陆是五权论啊 还有教会啊 你知道现在大陆共产党 为什么害怕现在最近逼迫基督教吗 对为什么吗 因为现在的基督教的人数 已经完全超过了党员的人数 对 现在的信仰 为什么信仰的力量 其实很多时候靠政权是打压不过来的 你要以前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多么的去压迫 压迫那个信仰 不管你是什么信仰都打破你 就是无神论 就是唯一的你要信无神论 元吉武 赞 使用这种信仰都打破你 会不会是什么信仰都打破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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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